欢迎您来到80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 财经管理世界超级畅销理财书集 富爸爸系列 富爸爸 我和艾米的富足之路 作者是 罗伯特 亲奇 Robert Toru Piosotti 第六章 破碎的承诺 在参加埃哈德培训和佛教学习时 我们的很多朋友和家人 尤其是我们的基督教朋友 不能理解我们所走的道路 他们认为 埃哈德培训是一个新时代的邪教组织 不过在很多方面 这是一个古老而颇具历史性的培训 它融合了古代东方和西方的教学 有很多宝贵的永恒的真理 这也是一种超越了传统的新的教育形式 这个培训把我们两个人都改变了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 它讨论对语错 传统与现代 什么可以接受 什么不可以接受 还证明了 以更广的视角和更多的角度看问题 是很值得推广的方式 佛教也提供了新想法 促使人们打开大脑 接受新概念 不过 人们能学到多少东西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他们在多大程度上 想要变成更好的人 不是每个人对这二者都有兴趣 罗伯特 开发心灵的力量 我邀请爸爸去刻做埃哈德培训 他一见到那间房 就跑出来去了酒吧 有其父必有其子 我一谈这个培训 他就发火 这成了我们不能碰的事情了 我的两个妹妹都参加了这个培训 这让我们的情谊更深 虽然我们还有很大差别 但这至少让我们更加理解彼此 在被战争吓坏的多年后 我们变得更亲密 很多年来 在我追寻非传统的其他教育的道路上 我发现在家里 教堂 学校 还有海军部队里都听到了很多智慧之言 在家里 如果我撒谎或偷东西就会受到严厉惩罚 在教堂 学校和军队我也听到很多类似的话 问题是我听到这些话 但我却没能理解 1974年3月 我在埃哈德培训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关于言行一致的课题 培训老师会带我们浏览10至12个主题 慢慢的 有意的 然后他会问房间的每一个人 你们同意吗 你们愿意遵守承诺吗 就在我认为满房间的300多个人都同意某点的时候 有人就会举手提问 或者想要成为规则的例外 或者关于某种协议想得到更多细节 一个小时后 整个房间还在争论同一个问题 本来这个讨论似乎早已了结了 我从没见过 人们在关于遵守诺言方面有这样的心理变化 在11个小时后 我们终于有了第一次休息 可以上洗手间 我都快憋死了 那时我们才谈到第五点 这是第一天 我们还有整整三天要讨论 我想逃跑了 但首先我得去南洗手间 就像我之前说的 以前听过这些话 但我从没明白 我早知道遵守诺言的重要性 我早知道我不应该撒谎 不应该欺骗 我应该遵守规定 遵守承诺 我知道这些话 在海军部队我就听过 但在那里我只用屁股或膝盖听 在埃哈德培训时 我体会到了这些话的真谛 坐在几百人的房间里一起讨论 我不能说我完全明白了这些道理 也不能说我今天的生活是完美的 但我能说的是我一次次听到这些道理 听得越多 理解越深 每次又使我更进一步加深了解 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好 经过四天的培训 我充分认识到我是个骗子 一个欺骗者 一个虚伪的人 一个喜欢做梦的人 一个喜欢责怪的人 一个懒人 一个有惰性的人 一个小偷 还有所有我不想成为的人 最糟的是 我还假装我不是上面这些种类的人 我只是在欺骗自己 今 还有其他很多人 把我看穿了 当我从越南战场回国时 对于政府一些领导的素质很失望 现在我意识到 我并不比他们好 我在越南面临过死亡 不止一次的又活着回来了 在经历这些后 还有什么能吓倒我呢 我的战争经历 帮我利用了我黑暗的一面 还带来了利用的许可证 以勇敢和爱国的名义 我的黑暗面也是有价值的 它让我活着 但是离开战场 这些特点就没有位置了 然而去掉它们 又是不可能的 我一直随心所欲地 利用我的黑暗面 通常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为了控制和管理它 海军给予我有力量的性格 但是在越南被看作的勇敢注定 在国内被认为是不安全的 正如之前所说 这成了我的性格缺陷 我的个人控制和平衡都没有了 我过的生活完全不考虑他人和法律 我再一次强调 它们说性格决定命运 性格缺陷也决定命运 当时我并没有看到太多联系 但是今天我看见很多政治领导 从尼克松到克林顿 都是死在自以为是的欺骗的见下 它们就像我 当将生命献给了更高的目的时 它们的世界就变了 它们就像我发展了很强的性格 但是它们的性格特点 同时也半生着性格缺陷 这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它们让黑暗面跑到了表面 因为它们有这个能力 事实上 记者采访克林顿 问他 为什么和莱温斯基有不良关系时 他说 因为我有这个能力 他继续说 这不是借口 我过着这样不安全的生活 因为我认为 我有这个能力 今天 我更好地理解了 为什么爸爸的朋友 为了一个年轻女人 而放弃了大家庭 以及另一个朋友 如何会因为贪污而被捕 它们很可能也听过 不能那样干的道理 但是直到一个人失去了家庭 另一个人被抓去蹲了监狱 它们也许才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它们能明白的话 还有那个假装的酒鬼 他的失败就是欺骗自己 不向他人寻求帮助 他也许还没明白这个道理 他可能还在对自己撒谎 我能更好地理解 为什么尼克松要对国民撒谎 克林顿认为他和莱温斯基的隐情 不会被发现 两个很聪明的人 他们对这些道理非常清楚 知道规则和未来 可最终却付出了被弹劾的代价 我没有说谎 尼克松的这句话臭名昭著 克林顿的一句 我和他没有发生性关系 也同样很有名 后来他试着为自己辩护 通过谈论性的定义 想要解释他和莱温斯基 所发生的不适性 我怀疑他是否明白了这个道理 有罪的不适性的定义 而是他作为一位已婚人士 没能遵守承诺 打破了他的结婚誓言 然后又对世界说谎 打破一个承诺 特别是在上帝面前的誓言 又对此说谎 反映了一个人 在性格中悲剧性的缺陷 在埃哈德培训四天后 我意识到 我也有这样的缺陷 我更好地理解了 小偷和骗子 他们其实也知道这些道理 我同情那些谴责别人 后来又被发现有奸情的宗教首领 还有那些政客和部长们 猛烈抨击的同性恋者 后来又被迫承认 他们在国会里面 寻找年轻的实习生 作为同性恋伴侣 他们知道这些 但还是没能理解这些道理 我也更好地理解了 为什么很多人想富有 却很贫穷 他们也知道这些道理 他们说他们想要变富 但是你看看他们的财务报表 就知道他们没能理解这些道理 那些体重超重的人 生病的人和想要健康的人 也是一样 他们知道这些道理 如医生的健康警告 及各项医疗 预示的体重秤 或医疗检查 都告诉了他们这些道理 但是 他们却常常无法理解 这个世界有很多寻求爱的人 我们都知道 我爱你这句话 但是孤独 受伤或愤怒 也是一种表达 在我们寻求精神家园时 就是这些道理和行动 让我们走在一起 而不仅仅是语言 1974年 我们经过夏威夷卡内奥赫海湾的海军空军战时 我进入了新的生活 我更能欣赏在家里 教堂 学校及海军部队里 学到的道理 话还是一样 但我最后明白了那些道理 我离开海军的时候 对道德 品德 合法 爱 勇气和正直 有了更好的理解 并意识到 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我知道我还需要不断地成长 在我的生活中 还需要有更高的个人道德 品德 合法 爱 勇气和正直 我知道 如果我更努力地实践这些价值观 而不只是在口头上 就能朝和上帝更接近的方向前进 从而开发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精神力量 如果我们想的话 但是 我还有一些事情要考虑 这就是为什么 在1974年完成埃哈德培训后 我决定 最好是先解决自己没有遵守的承诺 我决定 先从大事开始 然后再一个个解决小事 最惊人的事情 就是作为海军飞行员 我违反过很多规定 尽管我快要退伍了 我知道 我不能就这样不解决之前的错误 就离开 结果 是我离开海军时 才更好地理解了真相能让你自由这句话 我以前听过这句话 但是这次 我才真正明白了它的意思 我承认了我做的每件事 一个月后 我收到了光荣退伍通知书 离开了海军 尚未遵守了它的承诺 我穷其一生 追求个人发展的道路 是因为我在大多数时候 总是听见这些相同的道理 你有很多潜力 但是你没有用出来 我花了很多时间寻求教育 寻求思想 帮助自己找到天赋 用最好的方式来使用它 我想开发潜力 我知道我有 不过我还不知道 最重要的 往往就是最简单的 后来我才明白了这点 在我的一生里 语言形成了我 我不断说谎 逃避惩罚 是语言反映了我这个人 我说真话时 我的语言就反映出 我的个人性格 在埃哈德 我明白了 遵守承诺的价值 在我寻求真相的过程中 我开始开发更多的渠道 进入精神领域 不经意间 就更接近了上帝 艾米 头时问路一个周日 那时我六七岁 我记得 我们住在罗街镇上 那天早上我醒来 四处看了看 大家都还在沉睡 有趣的是 桌子已经摆好了 早餐也准备好了 那是妈妈的工作 而她却还在睡觉 然后我发现 罗伯特不在那 这天她起得很早 做了酒黄煎蛋 酒黄就种在屋子 后面的小花园里 烤了面包 为我们 摆了很漂亮的一桌 然后 她就坐上那个 摇摇晃晃的小巴士 去教堂了 我觉得她成熟了很多 很有勇气 当时她大概八岁 可我还得等几年 才能自己去煎鸡蛋 更不要说 自己一个人 乘巴士去教堂了 爸爸妈妈俩人 很努力地工作 尽可能不让我们 看见生活中 黑暗和悲伤的一面 这导致了我的天真 及对人们和生活的 泼连纳式的态度 爸爸做教育厅厅长 妈妈做护士 他们一定经历过 各种各样的痛苦和快乐 但是我们孩子们 不曾见过我们父母 及其他日益美国人 所经历的生活苦难 随着我们的长大 理解力逐渐增强 很多消息都被过滤后 传递给我们 家庭暴力 酗酒 老师因为调戏学生被开除 几个怀孕的女学生 在学校消失了 对这些 我们都不可以谈论 我认为性教育 是很有必要的 在学校和在家庭都是 在这个问题上 爸爸妈妈没和我谈论过 可能和我们家的 任何小孩都没谈论过 世界上的各种宗教 有强有力的道德标准 来指导我们和谐相处 但是当我们跟随错觉 或者受到负面的人 或想法的影响 我们就会做出错误的 或者是有害的行为 在佛教里 有十种恶习要根除 十种美德要培养 作为修士 我还有更多的誓言要遵循 但是有些基本内容是 每个人都需要遵守的 其中 关于身体有三种恶习 杀戮 偷盗 通奸 关于语言有四种恶习 说谎 诽谤 恶语 流言蜚语 关于思想有三种恶习 贪婪 仇恨 错误观点 对比恶习 还有十种美德 其中 关于身体有三种美德 保护生命 尊重他人财产 理智友好的运用性 作为比丘尼 我的誓言包括完全禁语 关于语言有四种美德 不打狂语 顺从他人 用语柔和 不说废话 关于思想有三种美德 知足 利人 放弃错误观点 这些看起来似乎是不言自明的 但我们仔细研究 观察生活中的现状 发现我们在怒火中烧时 或者在嫉妒 仇恨 贪婪时 我们的表现就不是这样了 那些错觉 超越了我们的判断 置我们于烈火之中 我们理性的头脑 也许能够推论 放弃恶习 但是 当我们的头脑迷惑时 我们就该用上各种 我们能用的方法 去使他清醒 我在美国空军学院 做佛教专职教室时 有个学生问了一些关于道德 尤其是欺骗的问题 我很欣赏他的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 能帮助我们每个人 更深地挖掘自己的内心 他加入我们组的活动一段时间后 我才发现军校因为他作弊 而开除了他 另外一个学生也是被军校开除的 他是因为性生活不检点 他认为婚外情没什么 只要别被人知道 他确定 他约会的警察的妻子不知道 所以他认为 他的行为不会伤害任何人 当我们热切地渴望某种事情时 我们会为自己的行为 找很多理由和借口 但是这种不安的 有害的行为 就像是藏在一个黑屋子里面喝毒药 虽然没有人看见 但最终还是会被其所害 尽管对道德行为 我们有过不断地讨论和反思 但很多时候错觉的力量 还是会占据上风 尽管我们想要好的东西 想做好人 但我们对晋国的渴望 还是会挑战我们 当我们沉沦时 会感到兴奋 超越和活着的快感 我们在生活里 不断地寻找这种快感 我们希望这种蜜月 能永远度下去 就像罗伯特一样 我也常常受到异性的吸引 但是我很害羞 到高中结束 也没有约会过或亲吻过 我害怕单独和一个男生在一起 即使是去喝一杯苏打水 实际上 我有次和足球队的一个男生 去学校吃过一顿晚饭 当时我太害羞 太紧张了 没有和他谈一句话 另外一个男性朋友邀请 我去学校跳舞 我思前想后没有答应 最后我独自去了 我不是想要拒绝他 我喜欢跳舞 但我喜欢自己一个人去 同朋友一起跳 而不愿固定和某一个人跳 不过 天生的异性相惜 还是在我身上存在的 就像罗伯特说的 有时候你在生活中会得到你想要的 在1968年的夏天 我刚满20岁 正准备开始性的探索 我远离夏威夷 远离我的根 和男朋友在一起了 我沉沦了 一个女孩给了我她没用完的避孕药 我没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 不明白在吃过这些药后 没有防范的性生活会让我更容易怀孕 我马上受到了生活的教训 三个月后 我怀孕了 我放纵自己 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现在反思过去 我会成熟很多 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抚养爱丽卡 如我所说 这条路很艰难 怀孕是突然的 我对婚姻和做母亲 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我还在寻求内心的答案 妈妈葬礼那天 爸爸告诉我们 妈妈曾经流产过 我没问他发生了什么 但我记得 作为小孩 我们曾看到 他在我们面前掩盖的情感和痛楚 有时候 我们对有些事生气 对有些事总是不能理解 我们只是听见他说 你们知道吗 医生说过 我不应该生你们这些孩子的 他会朝我们叫骂发泄痛苦 而我们却不知用何种方式回答 我们知道他患有风湿性心脏病 但我们也没特别照顾他 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关心他 也不会处理他因为生病而带来的忧郁 爸爸在他葬礼那天提到流产 让我意识到 这一定是在他们的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一件事情 这也是深爱的人们分享的秘密 我也想不明白 如果那件事很重要 为什么他们不跟我们谈论性知识 我在怀了爱丽卡时 他们为什么不给我其他选择 我不敢想 如果那时我做出另外的选择会怎么样 因为现在爱丽卡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要对她负责 在我困惑和矛盾时 这个想法最终给了我勇气和方向 有了她 我做出了生活和方向的选择 就像对于朋友和关系的决定那样 就像我自己面对挑战绝望般的寻找 关于生活的答案那样 我做出了决定 那些决定 可能在当时别人看来很难理解 甚至有些愚蠢 和罗伯特一样 我也受邀参加了埃哈德的客座研讨 说实话 我不敢相信那些志愿者的快乐 自信 友好和能干 我想知道 是他们的生活一直是那样 还是他们在伪装 1972年 我参加了培训 第一个周末是埃哈德主讲 第二个周末是麦克纳玛拉主讲 我有几年一直参加这个培训 在这之前 我很害羞 这个培训激活了我的活力 让我理清了思路 我发现我也能开口表达 能更清楚的明白各种状况 这个培训帮我打破了我的外壳 摆脱了我贬侠的个人世界 学会了更有效的思考 更清楚的透过现象看本质 这一切对我帮助很大 后来埃莉卡也参加了埃哈德的儿童培训 我们彼此间因此能更好的交流 埃哈德培训很强调遵守承诺的重要性 我发现在很多方面自己很容易做到这一点 我总是很准时不缺席会议打我答应要打的电话 但是我还是喜欢隐藏自己 我会遵守承诺 准时出现 但是我有时仍然会消失 更多的时候是失去自我 因为从外表看一切都正常 我可以坐在那儿 听人们抱怨 难以做到那些承诺 我会很耐心的去听 我努力让自己表现的平静 这样我就是一个模范的合格生了 我并不是特别出色 就是很乖 我遵纪守法 我不会惹是生非 是一个好学生 不过有时真是很闷 而且总让我常常想把自己隐藏起来 我还是知道我需要改变 我也正在努力 我开始明白 随着人们做出改变 身边那些熟悉他的人 也会因为他突然的新做法和新想法 而觉得不习惯 埃哈德培训的核心就是遵守承诺 不遵守承诺 不对现自己的诺言 让我想到的是违背诺言 我不禁想起 我爸爸竞选副州长时 那些不曾对现的诺言 他所信任的人向他保证 如果他输了 也会一直支持他 会提供一份高薪的工作岗位 可惜结果却没有 像我爸爸这样的人 往往会深信他人的话 所以这件事给他在信任 荣誉和违背诺言 这方面深深地上了一刻 看到他所承受的这一切 我和我们亲戚家的任何一个小孩 都不会忘了这一刻 第六章破碎的承诺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七章展望未来